來發表專輯演說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唐舟委員 好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的一些事情 那大家可能知道我是數位政委 Digital Minister 所謂的數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所以就是數十位數百位政委的意思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是因為我盡量工作的方式 在這兩年以來都是透過數位技術 讓大家能夠知道我們正在做什麼 以及為什麼做這些事情 那這邊呢就是我的辦公室 請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是在以前的空總 那現在是在 現在叫做台灣老大文化實驗場 簡稱文化實驗場 它是在建國文化市的旁邊 現在有個新的門牌號碼 叫做人愛路易三段99號 本來沒有的 所以所謂的社創99 就是社會創新永續的意思 那在這裡面呢 這個工作的空間 其實是由上百家智力 與SDG的夥伴一起做出來的 那好比像說這個足球場 就是由寫販外基金會 跟臉田山設計公司一起做出來的 那這個所有畫的這些 其實都是劉苗市政的朋友們 那事實上我們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可能我們是擅長數字 或者擅長文字等等而理解 但是呢其實他們透過幾何的方式 空間的方式去理解這個世界 創造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我也沒有辦法創造出來的 是一個很 unique的一個 perspective 那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 inclusive 的意思 就是說不是只是好像照顧他們 而是讓美人都看到說在這裡面 大家都有不同的貢獻 那我當然Digital Minister 每次到國際上也剛剛講說 這個在這17項裡面 到底我負責哪些部分呢 我負責就是第17項 第17項它其實就是告訴大家說 本來看起來經濟環境跟社會 也許在做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trade off 就是有一些互相拔回的一些情況 但是能透過數位的技術跟數位的空間 我們可以把它評成synergy 就是互相加強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現在在就是聯合國相關的場合 我現在參加蠻多聯合國 其實其實就不用會議 那一問到說Digital Minister在做什麼 我就說我就是在做17.18 17.17 17.6 然後大家都露出恍然大悟的了情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SDG這個169項編號 比那個杜威實境為編號還要好用 因為只要講出三個數字 大家忽然之間就瞭解我來做什麼 那具體來講 17.18是所謂的 enhanced availability of reliable data 就是說在這個社會上面 我們有各個不同的私部門 社會部門 公部門 手上都有許多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彼此之間能不能互相信任 以及怎麼樣加強彼此的互相信任 這個就是17.18在做的事情 當然特別對於就是infrastructure 還不夠的地區 但是即使是在像我們這種 一開發的地方 其實這個cross sectoral 就是17.17 跨部門之間的互相信任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在這裡面的創造呢 都是用開放的方式實踐出來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取用 那這個就是17.6 那我本來想說今天要舉什麼例子 不過因為最近這個 有個例子實在太黃了 所以我就直接舉這個例子 叫空氣盒子 那個空氣盒子是一個 我覺得台灣的 就是我們的創新方式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因為我在SDG相關廠會演講 然後提到說 台灣有2000多位朋友 在眾院的老師的號召之下 自己就用不到滿金99塊的這個感測器 自己去了解到 離自己家最近的地方 陽台啊 學校啊等等這些地方 到底它的空氣品質怎麼樣 很多學校還採用它 當作環境教育的教材 像這樣子一種網絡 捲動了兩三千個不同的側站 透過臨時政府G01的 臨時空物觀測網 讓大家一眼就可以馬上 看到台灣的數位落差 台灣的實際的這個空氣品質狀態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我們就可以這個 有一個即時的空氣的反應 那尤其是我們這個區域 就是東亞區域 甚至整個亞洲區域的朋友們 其實都很羨慕 因為我告訴他們說 這個會捲動兩三千人的時候 他們常常就說 在他們的這個 jurisdiction 在他們的政權底下 不要說兩千人了 只要你有兩百個人 開始做這樣的事 開始威脅到環島署的空氣力 那個就會被查水標的 到一千人就會被請去割查的 然後如果不願意加入政府 就要消失了 那所以台灣真的是在 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我們如果看Civicus Monitor 這個就是專門去看全世界的 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等等的這個人群空間的 這個網絡的話 你可以看到 真的在我們這個區域 所有的地方的公民的空間 都是在縮小 只有我們是在擴大 如果你按Asia 然後再按Fully Open的話 基本上就只有台灣而已 當然並不是說 我們做的民用號 或者這些北歐的民用號 但是至少在我們這個區域 我們是唯一碰到像 空氣論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中央政府可以採取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所以這裡就要講 就是我們在Public sector 在公民們碰到這種Citizen Science 就是公民科學 它真的威脅到了我們的政黨 我們怎麼辦呢 打不過就加入 所以一方面 我們自己去研發 新一代的交證的更準的 但是也同樣便宜的這些儀器 給這些公民科學家使用 二方面環保署自己也加入 去在這個 剛剛提到數位落差 比較大的這些地區 也是加入空氣格子的網路 用類似的量測移去 去一步 可能上萬的不同的測戰 那第三個 我們跟這些公民科學 在討論之後 他們都覺得這個點位 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 我換個顏色 這裡 因為這樣子 這個境外跟境內 它可以比較分得開 它的這個空氣的 還有選擇的流動 to face flow 這些東西 但是你想想公民科學家 就是到底要怎麼樣 把感測站放在那個位置 其實是非常分難的 即使你是用無人機 它有一天一樣 都沒有電也會掉下來 對不對 但是公務門 有公務門的資源 我們有跟這個民間結合 在那邊設置離岸風機 那邊事實上是一個發電廠 那所以未來呢 在這個風機上面 我們現在就在修正 我們的所謂的資料共享 的這樣一個約定 然後希望說 接下來的離岸風機上面 都可以放著 類似的空氣盒子 這樣的感測器 然後大家加入同一個網路 那這個時候 大家呢 就覺得很高興 所以呢全世界呢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 問過台灣 因為我們所有這些原石嘛 都放在Dtop上 都是所謂 剛剛講的開放式創新 任何人下載的原石嘛 自己配一個開放的硬體 Arduino啊 Raspary Pi啊 怎麼樣 就可以開始加入這個網路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管資料 但是呢 你若不改那個預設的URL的話 它就是往中年院的網址去傳 所以呢台灣馬上就 掌握了全世界的 數位落差的狀況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的國家網路 投資計算中心 ci.taiwan.gov.tw 我們就是建立在 這樣子的一個基礎上面 不只是對於空氣品質 也對於防救災 地震水資源等等 都把它全部用 國際共通的一個方法 即時的更新到這樣一個 collect of intelligence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並沒有分部位 也沒有分中央跟地方 那就是一個單一品牌 台灣.gov.tw上面 這個就是所謂的群眾智慧的 民生公共互聯網的一個品牌 那同樣的如果要知道 我們的AI相關策略 如果Google AI台灣的話 現在第一筆就是AI.taiwan.gov.tw 所以這個同時也是在呈現了 我們自己在政府內部 也是不管是經濟的環境的社會的 我們是一體的 用一體的sustainable這個方式 對外進行討論 那當然這個時候 國外的朋友常常都會問 那這個其實台灣有很多環保團體 為什麼他們會同意說 他們兩次的資料 會放在國家的國家網路高速計算中心 然後讓學者們來跑網會行嗎 然後他們不會害怕說 因為我們在選舉前一天 今天就是選舉前一天 會傳給他們的資料嗎 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說到沒有 因為台灣非常擅長發展 分散式帳本技術 這個俗稱區塊聯 所以意思就是說 每一次這些數字 在上傳到這個國家的高速網路計算中心之前 其實都先放在分散式帳本上 那我們國網也只不過是分散式帳本 其中的一個節點 所以呢 如果我們想要傳開數字的話 其實所有人 我們全世界都知道了 所以我們本來就不會傳開數字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就是讓跨部門 都能夠對彼此的資料 更加信任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也是我們每一次 像在UNGA期間 去跟各地的朋友們 在講的時候 都去說 我們發展DOT技術 不是拿來炒弊啊 不是拿來炒作 那我們是拿來 就是加深大家彼此的信任 是一個責性相關的技術 所以這個呢就是很具體的 我們對用17.6 開放式創新的方法 對17.18 就是大家共用的這些資料 包含氣候變形的科學 以及其他部分的科學 的貢獻 對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那再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剛才提到說 這是我的辦公室 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都在這個地方 是我的office hour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早上是直接來找我 下午是要預約 晚上是一起吃晚飯 但是無論如何呢 任何人只要 他講得出 他對哪個SDG感興趣 就可以直接跟我 聊個40分鐘 然後把我們整個 砍化紀錄都公開上網 都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那在這裡面呢 就有很多朋友 帶來了非常非常多 創新的一些概念 旁邊像說像這個是無人車 但是它是三輪車 那三輪車呢 雖然圖腰裡面說跑得快 但其實跑得很慢的 意思就是說 它撞到人或撞到東西 都不知道怎麼樣 好所以它在一個 安全的情況下 也是透過開放式創新 就是從它 生理工學院過來的 然後呢 在地的朋友們 北科大的朋友們 空總旁邊的整個 這個就是 台灣當代 我媽實驗場的朋友們 一起去想說 如果我們現在社會裡面 多了一些這種 幾乎沒有排斷可言的 有一點點智能的 然後它能夠跟著你走的 有點像是同伴動物一樣的 這種東西的話 那我們這個社會 要怎麼樣 跟它彼此互相相處 那就有很多人想到 很多想法 好比像說建國花市 如果有人去過的話 你會買一點一份的花嗎 買一買就會很重啊 其實你有哪個拖車 這個你到最後 可能你也放不完 放不到浴室 就可以停下來了這樣 那但是呢 當你有這些PEV 就是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這些自駕三輪車的時候 它就可以跟著你 你買的話就往上堆就好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很輕鬆的逛完花市 然後呢 它後面可能就跟了兩三輛車 然後你就騎 像其中一輛 它就載你回家 然後它就回去 這樣 這是一種用法 那也有朋友說 那來台灣的觀光客 如果他能夠用 他在地的語言 他就作為導遊 他到一個地方 就用他在地語言 跟他互動 因為這樣不是亞洲的號碼 等等 那也有朋友說 他看到這個紅燈 表示說 這輛車不太了解 旁邊的這個情況 怎麼判斷等等 這個呢 有點太弱了 他不太知道他表達的意思 所以說他希望能夠 換成一張貓咪的臉 或者一張狗狗的臉 或者是繞著這個車子 都有一些這個 他正在看哪裡 正在注意哪裡 的一些表情符號等等 那因為這個 它的硬體軟體資料 都是開放的 所以任何人稍微 會一點點程式設計 就很容易它改成 你要的那個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在台灣 在80年代 說個人電腦的意思 就是說 AI並不是一個什麼 很虛反 很抽象的一個東西 不是麻生理工學員 覺得什麼是正常的 我們就要覺得什麼是正常的 而是它按照我們這邊的社會 環境的目的 去變成所謂的 appropriate technology 一個適當的這樣子 一個科技 帶進我們的生活裡面來 所以呢 這些其實都是 以前的那種智力模型 就是剛才這個 詹納士誌子的時候 有說到的 以前的舊時代的智力模型 可能關心經濟發展的人在一邊 那個省姐可能就是我們 經濟部長 然後那個右邊 可能是這個關心環境的 我們這個 省姐可能就是我們環保書長 那然後中間就是 常任我們官網 這個大家都看不到的 但是實際上是 承受所有的壓力 那這是以前的所謂 tree off 形態的智力模型 那這個智力模型呢 在永續發展目標提出來 就是2015年提出來之後 他們提出了所謂的 tree off 形態的 這樣一個概念 三重底線的概念 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們不要去說 好像只有公務門 可以組織大家 好像公務門自己在那邊 打的不是這樣子的 而是說我們公務門 轉換這個心態 變成第17項目標 叫做parnished for the loss 有相同的價值的夥伴關係 意思就是說大家都有 不同的stake 都沒有關係 不同的position 是不同的stakeholder 都無所謂 但是呢大家雖然有 不同的立場 有不同的利益 但是我們可以問一問說 好 在這件事情上面 有沒有大家都覺得 是重要的事情 那只要有 這個就是所謂的公務 價值 只要有這個公務的價值 我們就可以開始在 中間創刺 我們就會問說 那大家能不能想出 一些新的方法 不要犧牲掉任何人 覺得中間的價值 又能夠deliver 我們中間的公務價值 所以我們就不是一直問說 怎麼樣組織 怎麼樣仲裁 因為說實話 各位不需要政府就可以組織起來了 現在只要有個正確的hashtag 十萬人就馬上就上街了 所以就是我們的組織的功能 其實就已經很弱了 所以我們與其說 怎麼組織 怎麼重災 我們不如問說 好 那大家怎麼找到公務價值 以及怎麼透過創新去實現 這些公務價值 當然大家就會問 以前我們也不是不想創新 可是創新的時候 總是碰到一些政府的法規命令 然後政府的一些 這個 在制定的時候 還沒有想像到 有這樣子的東西的一些灰色地帶 總是就會擋住大家的創新 所以我們從今年開始 任何只要講得出 它的創新能夠解決什麼 永續的經濟環境 或社會目的的人 我們就給它一個有系統的違法的方式 這個就叫作ànbox.orgdn的臺灣 是我們今年 我們是第一個在大陸法系而 Cuz做這樣子的原則的jurisdiction riddiction 那sandbox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上這個網站的話 就可以看到有上百個 各種不同的更好的想法 這些想法在以前 它很可能是因為某一個函視 某個案例 某個個案等等的關係 所以變成是不能夠去執行 但是現在就要講得出 它解決什麼樣子的問題 我們就給你一年的時間 不管是如果你是要用平台經濟的方式 那我們請國發會幫你協調 如果你是要做金融的普會 我們請金管會幫你協調 如果你是想要做自駕車 或者自駕船或自駕飛機 我們是請經濟部而不是交通部幫你協調 這後面是有道理的 因為從交通部的角度來看 船跟車跟飛機是三種完全不同的事情 是不同的三級機關在處理 但是從經濟部的角度來看 他們都一樣 所以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要坐一輛車開一開飛起來 或者一個船開一開它能夠上路 它是要真的能夠解決 可能最後一里的偏向的運輸問題 無人機載貨 醫療或任何其他的用法 那即使你需要一個實驗性的補據頻段 我們現在都可以直接開給你 所以這個想法非常簡單 就是說我們讓社會的創新 去年齡法規的創新 因為我們這些立法者 或者是我們這些行政官員 我們其實很難去管 我們沒有第一手經驗的事情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給大家一年的時間 而且在這一年的時間裡面 你就是可以用你的版本的法規命令 你就可以去挑戰任何部位的法規命令 甚至任何地方政府的任何姿勢條例 在願意跟你合作的地方政府裡面去進行實驗 去告訴大家說這個創新 真的可以去照顧到永續的所有的三個價值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並不是一切都可以挑戰的啦 每次我交到社區的時候 法務部就要我唸一行小字 說這個雖然你可以挑戰任何部位的法規命令 但是洗錢防治跟資助恐怖分子 這兩件不能夠挑戰的 除了這兩個之外 其實他都可以挑戰的 好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去挑戰中央銀行的法規命令 你也可以去挑戰任何部位的法規命令 你只要覺得說 這個到最後 可以同時對環境積極的社會有幫助 那我們就給你一年的時間 一年之後當然它可以再擴大 再多事業一年 但是最多兩年之後 如果大家不覺得你這個想法很好的話 它就必須要經過60天的公告期之後 直接納入變成我們新的法規命令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最懂的就是在第一線的朋友 那第一線的朋友們想出來的版本 就變成我們的法規命令 那當然如果到最後它改到法律 那當然可能立法院 需要進行更整理的思考 在金融沙盒等給他最後三年 在無人載具他們給他最後四年 去討論到一個最好的最後的版本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的實驗都還是可以繼續 包含This is model 都還可以繼續 意思就是說在那個地方 你就是Monopoly 事實上因為別人也還不能進來嘛 那但是當立法院 把他這個通過之後 當然進展者就會開始進來了 如果在這個過程裡面 實驗裡面不到 大家發現這真的不是一個好主意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感謝投資人幫忙 我們大家都上了一課 但是第二部分 因為這是Open Innovation 所以意思是它累積著大家的感受 大家的資料 所有這些東西 會變成下一個創新者的養分 所以說在實驗裡面 其實沒有失敗可言 它的Risk是Cut 但是它的可能性是多窮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知道台灣各地有怎麼樣的社會需要呢 剛剛有提到 我在工作每個禮拜 大家可以來找我 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呢 我運行了一點個月之後 我就發現會來找我的 如果不是住在雙北的 就是住在高鐵站旁邊的 因為他們的時間程度比較低 如果他們要花這個四個小時 才能夠來台北 然後只是為了講四十分鐘的話 這個對很多人都是很辛苦的 所以呢 從去年開始 我也現在已經接近一年了 在禮拜二的時候 可能每週二 我就會到台灣的所有 就是跑到台北的時間 會長過四十分鐘的地方 所以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偏僵 離到原住民族的一些地區 像左上角這邊是花蓮等等 我就是實際去那邊 跟在地的社會創新者 不管它是社會企業的公司型態 工作室型態 NPO型態 各種型態 都可以來找我 然後說 我覺得我們這邊有個結構性的社會 和我環境問題 我覺得應該要怎麼樣解決 更遠的朋友 像台東 這山區的朋友 也可以透過視訊加入 但是 就好像我在台北的時候 是有十二個相關部位一樣 我每次這樣巡迴的時候 在台北空中的視窗中心 也是這十二個部位的朋友們 也在同一個地方 透過視訊 雙向的彼此 互相看到彼此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然後把空間連起來一樣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就是以前在一個地方 當他提一個問題的時候 他常常是會 他認識的那個局處 那個局處就會到中央那個部分 那那個部分就說 我要先問一下內政 我內政不要問一下經濟部 內政部 會一下內衛部 然後五個月就過去了 然後事實上 我們看公文 就是國家的頻繁 會一直壓縮 所以到最後 我們也沒有辦法想像說 到底一開始的地方需求是什麼 才會提出這兩頁A4值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就是管理學上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是反過來 是說我好像一個調查報導記者一樣 就跑去每個地方 那所有的談話 全部都主子都公開上網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是邀請各個部會 十二個部會的同仁 來這邊去進行一個協作 一個co-creation 一個brainstorming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第一個 如果他們想出一些創新的主意的話 那credit是他們的 你會在竹字記錄裡面看到 是哪一個部 哪一個科 哪一個司的哪一位同仁 想出了一個很好的主意來 那反過來講 如果這個主意不太work的話呢 那風險是由我吸收的 因為例外上是我在那個當地主持 然後第三個是 如果真的想出一些問題的解決方式的話 公共的朋友其實都不想解釋問題 大家都想解決問題 他們需要只是說 確保說每個部會彼此之間都知道 那現在因為 這個部會就坐在他旁邊 所以就很方便 就在業務上說 你要轉職誰誰誰的時候 他轉個頭就轉職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確保說 在這個方針裡面 創造出來的這些西等法規命令制度 旁邊想說 之前我們說 協會啊 能不能夠控一下子公司啊 透過閉首次公司的方法 或者是基金會 可以控一下子公司啊 現在可以了 旁邊想說 勞動合作者 到底不應該適用勞基法啊 這個上個禮拜也解決了 很多就是 懸而未決的大概十年左右的這個問題 就是透過一次一次這樣子的協作 然後在我們新公司法的這個 比較就是 ESG治理啊 這樣子的一種精神底下 去把它解決掉 因為我們第一條 本來是說公司以營地為目的 這一條造成了各種各樣的詮釋上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是說 那個公司他只要揭露他的公益使命 或者他的社會使命 SDG使命 所有這些東西 他就可以跟 好比像說大學社會責任 USR USR從明年2月開始 每一個大學社會責任 每一所大學也都會去標 系到169項目標幾天幾幾天幾幾天幾 是每一所大學的哪一個學生所關心的 所以加在一起 我們全台灣的 不管是學術界的力量 企業界的力量 還是剛才提到的NPO界的力量 全部都可以放在像這樣子的一張大的地圖上面 大家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說 每一個計劃到底是在做哪一些目標 然後它具體的實行的結果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明年2月會推出的一個 具體的一個Maring 那最後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當然就是在這個實驗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需要這個讓大家先看一下 比如說這些自走的車子啊 或者是船或飛機啊 到底會怎麼樣跟我們相處 在以前這些都是在就是彰化的一個叫車側中心 非常遠的一個地方去進行測試 所以大家對它都沒有什麼第一手的感受 那現在呢除了像三輪車 我們可以搬到台北來之外 我們即將也在年年初開幕的就是沙輪 你最會利用的科學程 它不但會對我們在循環永續太陽的光電 等等方面一些研究成果 甚至連剛剛講的這些無人載具 都會在這邊像大家逛那個六福村啊 或什麼樣就是逛動物園一樣 沒事就可以從高鐵站出來 然後去看一下這些最新的無人載具 在它實際進行殺核實驗之前 會先在這個所謂的封閉式場域 大家都可以具體的去跟它模擬一些台灣特有的情況 有很多摩托車的情況 遶境的情況 可能乘趟的情況 隨便啊 就是路邊上有各種不同狀況的時候 這些無人載具到底會怎麼跟人互相互動 那大家把這個互動調整到大家最舒適的 或最舒適的這個情況 然後呢再把這些編譯成城市嘛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會所謂的 就是這些西的物種 在一開始放棄社會的時候 就比較像是 就是跟我們一起互相尋釀的狗啊 就比較不像是洪水蒙獸 大概是這樣 所以呢 最後我想AI它也是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帶領我們大家進行討論 在我們每次討論到像路人載具 要跟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要問說 那大家最後對它有可能一些共同的感受 我們在過去三年以來 都引進了一套AI的對話系統 叫做 那這個同樣也是社會創新 就是它捲動盡可能多的社會上的人 來一起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要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說 大家彼此之間好像都有一些意識形態啊 對立啊 對於某些事情 好像總是最激烈的兩端 會佔據最多的版面 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嘛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社會問題呢 就是捲動大家去聆聽彼此的感受 那這個怎麼做呢 就是像我是中間的這個藍色圈圈 然後呢 我可以一次看到我們旁邊的所有的 我的Facebook跟Twitter的朋友 對於某件事情 他們各自散落在哪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一開始呢 像我們剛剛講的有reliable data 大家透過開放的資料 去對一件事情的事實部分照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播三個禮拜 到四個禮拜的時間 大家對於同一個事實 可能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很懷疑 這都沒有問題 就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接下來我們再面對面的進行 剛剛講的co-creation 就是協作 在這個協作的過程裡面 最好的idea 就是能夠照顧到最多人的感受 那裡邊 然後最後我們再把這些解決方案 變成實際的delivery的成品 如果有就是學過design thinking的話 這就是那兩個菱形的四個階段 所以說具體來講怎麼做呢 就是在發散到收斂的第一個菱形的階段的時候 你從某個地方開始 你看到你的某一位朋友說 他對於這個實驗或者這個無人載具 他有某種感受和某種想法 你可以按同意也可以按不同意 隨著你按同意或不同意 你的位置就會移動到跟你比較像的朋友中間 但是這個界面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你看他沒有裏按對不對 他沒有回覆的地方 你沒有辦法回覆他的留言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就是做人身攻擊 也不能貼表情包 也不能貼貓咪圖片或什麼之類的 如果你不同意這些人的見解 那你最後按了幾次不同意之後 那你就要分享 分享說我覺得怎麼怎麼樣 然後覺得說 那別人也可以來圖你的見解 這是第一個好處 就是他只能加上去而不能扣掉 那第二個好處是說 他量的是diversity 他量的並不是屬人頭 所以這個數字我們其實是不看的 這個數字多寡並不重要 這個重要是它的princival component 就是說這個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感受裡面 哪些感受它是能夠說服最多人的 讓最多人有感受的 那這個是我們在Balling Green 在美國做的一個實驗 那在台灣我們一次做的都是很類似 就是說這個在2000多人投了22萬票之後 大家就忽然發現到說 如果你只看主流媒體 會以為說這五件高度互相爭執的事情 就是世界的全部 因為這個是最容易讓人按讚賺廣告費的 那但是呢其實整個社區的人 其實對大部分的事情都有共識 但他們自己平常都知道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說 那我們就把大家最有共識的 有粗略的共識的做 因為這一大堆變成我們這次實驗 要探討的最重要的一些共同價值 我們接下來的創新或我們接下來制定的法規 就是直接讓左邊的這些Consensus來決定 而不要讓一直在把閣的右邊的那些來決定 那些我們可以先存而不論 但是有一些大家都覺得是重要的價值 我們就可以試著往前先走一步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目前用AI來進行一些聚焦式討論的解決方案 好那所以最後這個我想開發大概五分鐘問問題 那我還是回到這個永續發展目標來 就是我剛才講的每一個 大概都是在第17項的這個角度 怎麼樣子去結合 剛才這邊講的非常高的infrastructure 在台灣換品質人權 如果你在任何地方 你沒有辦法揭取到MW% 那就是我的錯就可以來問我 那但是呢這個意思就是我可以巡迴全台灣 但是又保持跟台北有雙向的視訊的連結 這個在其他的jurisdiction是非常難做到的事情 那我們又知道台灣剛才講到的 這個做環境保護的這些朋友們 它的正當性它的可信度往往比政府還高 所以我們只好用打不過就加入的方法 然後加入他們所設立的這個分散式帳門的網絡 然後一起做一個collaborative一個learning 然後最後在我們社會進步的過程裡面 我們並不是把AI當作一個好像 做基礎人員印加到大家身上的東西 而是說我們把AI當作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這個就是對應到剛剛講的collective intelligence collective intelligence是我們眾人的智慧 assistive intelligence是我們眾人的智慧 看到有某些部分它可以來補充 它可以來補上 這些部分有它來幫助我們 但是呢這兩個動員是互相加強的 而不是互相爭鬥的 不是互相配合位 所以呢17.18.17.17.17.6 就是我的digital minister portfolio 那兩年之前我在入閣的時候 他們要我寫一個job description 那當時我在紐西蘭 然後在一個毛利人這個 就是參加他們的一個競典 然後那毛利人都說這個 他們的祖靈是台灣來的嘛 他們才常常就是回到台灣來尋找他們的祖靈 那所以是四千多年前這個出台灣的一整個 其實也非常有趣 這樣想一想比四百年要長很多 很懂得跟大自然相處的一些朋友 那所以因為他們有這樣一個 念詩的這樣一個傳統 所以我就寫了一首詞 當作我當初的這種一個job description 那就在這邊念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distributing 我們看到性能量 我們看到尊敬的地方 我們看到면 haben 我們看到公開網查 我們看到 whirlwind的地方 我們看到我們 Chemical wie let's make i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hen we see user experience 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and whenever we hear that a singularity is near we must always keep in mind and always remember that the plurality is here 谢谢大家